視為它就是一個看得到的一個array 看得到的 所以儲存格它是一格一格的 其實它本身就是一個array 是看得到array 看不到的就在記憶體裡面 所以將來你兩邊是可以相通的 只是說你的數量要是一樣的 你不能說有的六個 有的五個 有的三個 不行 一定要是數量一樣的 它資料就可以幫你把它倒進去的 OK 再來看資料剖析 那剛剛我們資料剖析的部分是錄製的 所以特別是那個錄製的動作 請各位注意一下 千萬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 就是那幾個 游標先放在b2 然後ctrl去個向下 有沒有 然後再幫我做資料剖析 那你會發現 它的邏輯是這樣的 因為你有選 所以它得到一個selection 所以這個selection 你說老師那selection是不是可以精簡 對 跟各位講 上面這兩行 其實上面這兩行做的事情就是selection 所以這個selection 前面一定有selection 所以有selection 才會有selection 可是你說那可不可以改成比較精簡 其實是可以喔 那怎麼改 首先的話以後 你只要看到selection 你就直接跟它講selection就是一個範圍 那這個範圍是哪裡到哪裡 其實這個selection 我先把它貼上好了 其實這兩行我先把它刪掉 我把它註解好了 指的就是b2到哪裡呢 到這個ctrl向下 向下呢 2152 所以呢 這邊的話應該是b2152 所以這兩行如果刪掉的話 你實際上是可以不要selection 因為它得到那個selection的原因 是因為我把那個範圍選起來 可是我不要選啊 我直接告訴你那個範圍可不可以 所以以後喔 如果假設你錄製完成式喔 那你希望把它精簡很簡單 只要看到selection 你就把它改成range 那個range指的就是你剛剛選那個範圍 就對了 不過呢 底下的話當然會有個問題 哪個問題 欸 b2152 同樣的問題 剛剛也發生過 就是呢 我們剛剛是用追蹤的嘛 可是現在是寫固定那怎麼辦 同樣的方法嘛 不就是再加一個r就好了 所以上面的話 你可以看到r等於什麼呢 剛剛好像寫過耶 有沒有 這個 所以拖籃一下 r等於這個b1 向下追蹤到的 不用加1啦 這個 那這個就r對不對 然後再把這個r呢 放到這個2152的位置 那因為2152剛好又是最右邊 所以呢 通常的方法delete掉 移到說以後外面andr就可以了 然後前後加空白 好 搞定 所以應該會寫吧 這個我們已經寫了n變了 所以啊 很多地方你如果將來不希望說 你的城市找你麻煩的話 那一定要記得喔 如果常常要追蹤你沒追蹤 那一定 今天可以明天又不行了 所以記得這個改一下 那底下的這個應該就不用改了 底下應該如果看不懂沒關係啦 反正就是disnation 就是你將來要剖析之後 放哪裡 那理論上應該就是放在d2嘛 應該沒問題 d2的這個儲存格 所以把這個放 你先ctrl-z向右 向下先刪掉好了 把這個就資料刪掉 然後放的 欸 不對 特別號不能刪 還好我現在不是執行VBA 我還可以ctrl-z 如果你用VBA 就不能ctrl-z啦 ctrl-z向右 向下 那應該是d2嘛 所以disnation應該是d2 沒錯 然後這邊底下的話 它這些參數不管了 其實有些應該可以刪掉 像它會出現什麼 tab是不是false 然後呢 主要是come out true 所以其實如果這些不要說真的也沒關係 把它刪掉 應該是可以啦 有沒有space等於false 這個不用也沒關係 那主要是這個fill fill是欄位的informate info就是要欄位的那些訊息 那你可以看到呢 這個也是array有沒有發現 那這個array它的敘述方法 我後來查了一下 這個是哪一欄 如果是1的話呢 那表示要 如果不要的話呢 就輸入9 所以喔 如果那一欄不想要出現的話 你把它改成9 那一欄就不見了 好 那這個地方我想 我們不改的話 執行一下 裏段應該就會幫我剖開來 嗯 所以把它執行一下 這樣好了 OK 然後呢 把這個資料有沒有 所以剛剛改完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本來是selection嘛 現在把它改成range 然後把它執行 其實OK啦 接下來的話呢 大概就是把b欄給刪掉 所以 底下的話呢 再增加一個sub 叫做刪除b欄好了 OK 然後enter 然後底下的話就是column 3 3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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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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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有了 然後在資料剖析剖過來 然後再把不要的藍給刪掉 OK 這樣的話我們就完成 我們要的這個下載的動作了 最後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在做統計 所以你們可以 再看一下這邊底下 我們有做一個統計 好像我們在初階班裡面有用 做出一個類似的一個結果 所以我們可以先做一些前置作業統計 所以新增一個工作表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號碼 號碼的話就是1到49 所以按個Ctrl鍵向下拉 到50吧 OK 1到49號 然後再來就是做機率跟排名 然後也許啦 直接抓出前七名 如果 我希望呢 可能下課的時候去 經過投注站 然後就可以買一下希望 看能不能中的時候 就可以提前退休環遊世界 OK 那這樣的話呢 到底要買哪七個號碼 OK 那我們就可以算一下機率 那1號到底在這個範圍之內 開出號碼是多少 我們前面講過啦 最簡單的方法 我是建議你可以先把這個範圍 B2到它的下方 可能是不是向右向下 定義一個名稱 我覺得會比較OK 這個名稱也許叫大樂透 有沒有 這個範圍以後我們就叫大樂透 那我可以再利用什麼 用一個最簡單的方法啦 這個地方我是覺得不一定要寫程式 因為在Excel裡面有個函數 就count if 就很簡單 count if 然後呢 這個號碼 不是 這個range應該指的是F3 大樂透 然後呢 Criteria就是它的條件 條件如果是1號的 總共的次數出現了 325次 OK 那如果我想要算排名的話 當然這個是 總共在這麼多號碼裡面 它出現了次數 那如果我想知道 誰出現了次數最多的話 那當然你可以做個排名嘛 排名的話很簡單 你可以用那個rank.eq 可以把它排序一下 因為這個地方說真的 你用那個VBA寫不見得占便宜 因為它本身就已經有很好的一個排序 它的機率嘛 數量 那所以我如果今天希望呢 b2council的向下 這個範圍 那因為等一下會向下填滿 所以這邊加一個錢的符號 然後呢幫我排一下 到底數量 哪一個是從多的到少 排出名次 所以向下填滿 所以看得出來 到底哪個號碼最多呢 這個次數最多的 1號 不是1號 不是1號 41號 這個是第一名 那一直可以推 所以如果希望把那個 這個排名裡面 前7名的放到這邊來的話 那這個怎麼 之前寫過了 你們可以複習一下 那請各位試試看 我剛剛主要是把他們全部串一起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好了 して 谢谢观看